现在胡人队下载地首发 一号位猛男 二号位 最好是要 蒙克 因为怎么讲 纳恩他有支配能力 把他放到板凳席上 可能说更有利于 整个球队 衔接断法力 就是首发替补之间 两者都能打出战斗力 所以有必要 因为这点就是说什么 纳恩你能耐大 你之前在热火队就打首发 对不对 你攻守兼备 你进攻端不光能投 还能突破以及分球 那你就是能者多劳 做出一定牺牲 板凳席上带一带队 这就是这个纳恩 因此首发有可能是蒙克 蒙克搭档这个魏少 三号位是阿里扎 四号位扎姆斯 五号位农眉 农眉不会再继续矫情了 就这么简单 这挺大岁数 你到如今阶段 你身材早已不像年轻时期 那么瘦高挑了 你现在基本上往横向发展了 往场上一战 你不比联盟当中 80%的中锋 看起来体过 你甚至比80%以上都强了 怕什么劲呢 你比德安德·艾顿都左 所以艾顿都能打中锋 你理应能干 在这个时代 考虑到扎姆斯 争贯窗口 日渐去向于管壁 抓紧时间吧 没有时间让你这个 磨磨叽叽了 继续让小家说打手法 他懒首先一点 不是年年都准 上赛季稍微准点 场均产量非常低 只有一个左右 这样的不够看 下赛季他不见得能威持 这么好的手感 他一直以来不是一个绝对的 就是说空间威胁点 你看不看到 有时候小家说 头子也全都空位 人家不怎么累捋他 所以小家说打手法不行 移动速度太慢 影响猛男的比赛适应进度 猛男最好是 与球队迅速达成一致 双方之间磨合呀 以往的经文教训 失败案例 不要再走一遍 对不对 不要再走一遍